你看人家孙悟空 这个一个金斗能够十万八千里来无影去无踪 有七十二般变化 铜头铁壁 刀枪不入 浑身都是本领 这还不算 孙悟空还有除了本领之外 其他很重要的东西 比如说他原来在天庭上 主要的时间他都花费在了和其他神仙的交友上 这点休息交代非常清楚 所以他满天都是朋友 他的人脉 他的朋友圈非常的广 这就使得他后来在解决任何问题的时候 显得都得心应手 他知道去哪该找帮手 知道谁能帮他的 只要见了面 往往都是他过去的老朋友 别人一听说他是孙悟空 也都愿意给他点面子 愿意帮助他 你看他的人脉 这也是那两个从者 所根本没有办法相比的 除此以外 孙悟空身上还具有一种真正的 无所畏惧的精神 因为他本领大嘛 他就不知道什么叫害怕 这就使得他在面对一切困难的时候 都不会退却和畏缩 实际上他是取经行动中 在技术层面上最为依赖的对象 就先走了 字幕 李宗盛